星云庄比武 打得快处 只见刀光剑影 哪里还见着人啊 两人打得到五十盒的时候 突然间就听了一声痛叫 哎呀 其中的一个人趴下来 他们一瞧趴下来 是秦三爷的二儿子秦红 秦红那剑也扔地下了 右胳膊上有半尺来长一个口子 滴答滴答还往外冒着血呢 他那脸不是啥啊 刚才一痛一惊之下 一个猎去趴那儿 趴那儿脚丢人了 赶紧往起爬 别人一瞧 还得说赵爷这徒弟 葛唐高 明师出高徒啊 有一些人捧臭脚啊 这一个就是鼓掌 再看 秦孝仪秦三爷那脸 不是婶了 他儿子败了 他也跟着丢人呢 这时候赵正义站起来 四下失礼 各位各位 其实三爷的儿子比我弟子功夫不低 只不过是一时不慎带了一招 啊 人有诗鸡 麻也楼梯嘛 那么不过按刚才所说 胜者就到后院去引梅花道 那看来还得我的徒弟隔谈前去咯 他这番话呀 虽然是客气 可是洋洋得意这个劲儿 谁都敲得出来 挨着赵正义 旁边坐着的一个年轻说话 赵爷 我想你弟子虽然赢了秦二公子 未必赢得了别的人 那么卯家还想和你的弟子一试 不知你意下如何 嗯 他一回头 瞧清楚了 说话的不是别人 正是藏剑山庄的寿庄主 那么老庄主死了 他也就是庄主啊 游龙生 千文叔说了 游龙生想给李勋欢一剑 让龙孝云给拦住了 现在游龙生瞧着 你什么个贪个妄然 赢了秦红了 你就想去抓梅花道啊 轮不到你呢 有我游龙生在这 就得李勋欢 我都不服气 一边说着 游龙生已经站起来了 把英雄肠解下来 喷喷喷喷一抖 缠好了 背在身后 点崩黄捏喉口 老酒咽床 苍狼一声 宝剑出霞 李勋欢瞧着游龙生 心中琢磨 观其外之旗内 见其表之旗里 这个小子 根基好像要比葛坛 和那秦红要深 再者说 游龙山庄老庄主那名头 就比什么赵正义啊 还有这秦三爷都大 人家结交 少林武当和昆仑几大派 互相切磋 都有掌机 你就轮到 少庄主这了 他即使不计 平日熏陶剑染 脑子里边也会 装进去一些东西 手上也应该够硬的 不过 他这把剑 好像不是什么 宝家伙 你看 藏剑山庄 最好的一把剑 就是于长剑 但是于长剑 在一个漂亮的 妙龄女子手中 那么现在游龙生用的剑 却是一把青铜剑 这是李循环在旁边看着 那别人还真不清楚 游龙生怎么把于长剑 给别人的事 就见游龙生 啪 宝镜横凶 我说 葛大侠 请动手吧 这葛坛呢 是得胜的礼貌 欢如虎 刚才赢了 现在得一的劲 还没过去呢 呵呵呵呵 原来是游龙 哎呀 说句心里的话 别看 我敢和别人比试 游龙往前一来 我是望而却步 怎敢动招 哎 你我比武 是为了争到后院引梅花道 既然你赢了秦二公子 我想赢我也不难 来 动手吧 既然如曾 某家 不公了 他这一刀又下来了 就见游龙生 安然自若 毫无怯 身子往旁边一闪 用宝剑轻轻的 往旁边一挂他这刀 葛谭这刀刚要横销 就见游龙生蹭地一下子 鞋刺里走偏从他坎位 绕过去了 往他身后要 随着往他身后一绕 他这把剑 斜了他的软肋 咳啦 葛谭赶紧叫出圈来 不然的话 一剑给他穿的泪把底下去了 不过这小子也真够横的 刚穿到圈外 一拧身又回来了 是轮动蹭刀 上一刀下一刀 左一刀右一刀 这把刀 专奔游龙生的要害部位 这哪是什么乙武会友 那简直是比沙梅花道还狠 可就见游龙生 招招有队 是集中不乱 李勋欢 还有许多在旁边瞧着的人 心中都在想 游龙生赢了 因为葛谭和他不是差的一点半点 得差一大截子 两个人打斗将近三十盒的时候 游龙生就找着了对方的一个破诈 他一看 他一看呢 葛谭这刀是从上往下一批 刀过头顶 举得过高 而且两个人呢 这距离还有两步多远 他那招就发出来了 这招一发就太明显了 就让人先瞧出来 这刀是从上往下落 就见游龙生 身子就像一条鱼似的 哼 刷啦 这一摆 本来是往前抢步 可轻轻的就滑到旁边来了 随着他这一正身子 两个人正好是面对面 对方的刀还没等劈下来的时候 他的一把剑是从下斜着往上挑 直刺对方胸膛大学 按说游龙生这一招也够毒的了 你说这把剑真要给刺在胸口 扑斥一下进去 那为了争谁去也没划到 不得死一个吗 可是游龙生啊 跟他是真没客气 就是他死了 游龙生也不感觉到意外 这腕的劲都叫足了 往前那么一抢就听 咱扑的这么一声 刺破了衣服 可是啊 没扎到这肉里边去 可紧跟着 葛坦葛王咱这把刀 从上往下就劈下来呢 你看游龙生 本以为这一招得手了 所以说他就没别的防备了 看对方刀子一下来 他赶紧扔进往旁 不是一闪 就在左肩甲上 咔咔这一抖 给砍进去 有半寸多身 差别把膀子给他卸下来 游龙生 游龙生蹭底下跳出圈儿来 他用右手 捍着这肩甲 鲜血 顺着手指的缝儿啊 扛下来了 扛着他 浑身之哆嗦 再看葛坦 简直是神采飞扬了 姓什么 不到了 哈哈哈哈 承让 承让 哎呀 游兄啊 您乃是游龙山庄出来的 我想我和您动手 只不过是给您 接鸡胳膊垫垫腿 怎么能够赢您呢 你看 这一下踩个驴灯 还套上了 承让啊 承让 惭愧 惭愧 不知哪一位 还有性质 与某家一战 他师父赵仁毅在旁边 直瞪他心想 混蛋 赢了 就别说这风链话了 真要把哪位激怒了 你真要把李勋欢激怒了 李勋欢那小道出来 就师父 我也未必能够躲上了 你就别吱声了 咱能逮住梅华道 就算赢啊 游龙山 惨笑一声 赵爷 你们师父确实是名不虚传啊 今日我才知道 赵爷的武术 高 教徒弟会教 尤其是我明白赵爷 您这铁面无私的外号 是怎么来的 赵正义一听 游庄主 难道说输了 您心里不服 还要说长道短吗 请不要说闲话啊 赵爷 我是说呀 我这把宝剑 就即使不是孩儿铁娃娃钢 或者是什么有名的剑 但是青钢瓦 但是青钢磨制而成 风毛带快 吹毛利刃 真要是削一个血肉之躯 他未必能够进得了 可是为什么我刺你徒弟却没刺进躯呢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他是身穿宝铠 什么铠 在近月来 江湖人都想得到那件传世之宝金斯凯 不过你想我夺 不知道金斯凯落到谁手了 如果我没猜他的话 你弟子葛坛身上穿的就是金斯凯 那么既然你徒弟已经穿上金斯凯了 就很有把握 接梅花道致命一招 回手就可以杀掉梅花道 为什么这件事情你不和大家说明 只要你说明了 谁还跟你徒弟比武 抢引梅花道这个柴事啊 那么请问 您这铁面无私 是不是应该改个字 叫铁面有私 李勋欢在旁边一提 那个美腿的段夺段文华 用毒药 把我李勋欢药了 使我动弹不得 然后在我的身边 把金斯凯拿走了 后来铁川甲背着我去追这个段夺 不知道段夺又被何人所杀 死得很惨 金斯凯被人拿走了 去向不明 怎么 这个葛潭身上穿的真是金斯凯 那就是说段夺是死在他或者他师父手里的 他们把金斯凯赌去了 看来这赵正义是老谋深算 李勋欢 仔细地瞧了瞧这游兽庄主 心想你别看这小子 刚和我见面就想给我一件 现在又拜着对方手下 不过屋里边这些人 要是我印象较好的 还得说他 怎么呢 你别看这小子 酸辣吧唧的 两空四海 可是起码说他不虚伪 他想什么 他就说什么 李勋欢轻声地捣鼓了一句 如果要有于长剑的话 说不定还能把这个捣铠刺透 你看李勋欢说这话 别人没注意 游龙生的眼睛 唰啦就盯到他里面来了 李勋欢一看 的确是他把于长剑 给的那个妙龄女子啊 游龙生瞧了瞧李勋欢 没说什么 他用手指着赵征一师徒 你们听着 和我比武 用宝凯把我给赢了 这算不了什么 我游龙生就是死了 脑袋掉了碗大个巴的 可是 因为你们跟我用了宝凯 这消息不翼而非 那梅花道也就会知道 到时候你们再想用宝凯 剩梅花道 那就不容易了 赵征一师徒一听 那脸色也一变呢 游龙生这小子说的呀 也有些道理 说完 游龙生转身 就搬外面去 他不想在这些人面前包扎伤口 还要到外边啊 一个静静的地方好好包扎一下 可是他刚往外一去 差点和外边进来的人 撞个马怀 他赶紧向旁边一闪 抬头一瞧 进来的这位 身高满胀 面四清铁 挡个胸 挖口里儿 闷着头 翘下巴 模子眼杯 三角眼 黄眼珠 塌鼻梁 翻鼻子眼 还有点红鼻子肌 就他这坨 能把游龙生 装进去俩 赶了一下 带着一把宝剑 就这个胸劲 也别说游龙生 大厅里边坐的这些人 脸色都为之一变 龙孝云是主人呢 赶紧过来了 上下一看 你看这位 各大长的胸 岁数并不太大 也就三十左右啊 朋友 来我龙孝云家 有何贵干 各位 毛来此地 是为了抓梅花道的 你们不欢迎吗 哦 抓梅花道的人 我欢迎 那么不知英雄 贵姓大名 毛家秋毒 呦 他就是秋毒 本来瞧着他进来 李循环还没注意 可是就他一爆出名来 叫秋毒 李循环就想到了一窟 白小生排兵刃谱 一窟的青摸手排在第九位 这个青摸手是特别烈 而且还带毒啊 那么秋毒 是一窟的门徒弟子 而且是唯一的门徒弟子 据说这个秋毒 是尽得师父的真传 把能耐都学来了 李循环 看着秋毒 自然而然的也就想起了前两天见的那个漂亮的女子 哎 那个漂亮的女子不但有藏剑山庄的鱼长宝剑 还有一窟成名的兵刃青摸手 莫非这一窟和秋毒师徒和那女子又有什么关系 哎呀 你说这想来想去李循环 这心里边有点没底了 因为他过去看人都比较看得准 一般来说对对方都比较了解 能摸透底 可是现在就想到那个女子 真有点神容见首不见尾 莫名其妙 这一莫名其妙就显得有点可怕了 就见秋毒 接着和大家说 各位啊 我知道现在梅花道还没露面 那么我来到此处 也不想一下就见了梅花道 把梅花道杀死 据说 小李太伙 李循环已经从关外归来 那么这是他的老家 他一定回来了吧 不知道李循环在做不 如果在做的话 我想先和他动手 不是我瞧不起哪一位 而我认为李循环的武术 天下少有 如果我先和他动手 能把李循环赢了 我也就有把握 去捉那梅花道 杀那梅花道 我让哪位是李循环 起来 起来 这些人一听啊 都不是滋味 心想这秋毒来了 没把我们放心上了 我们都不值得一提 最后还得说 这李循环够份啊 铁甲金刚铁船甲 始终是看着李循环 见李循环是洋洋不彩 没起来 坐在椅子上啊 冲秋毒聊了聊眼皮 秋剑可不猜 就是李循环 嗯 秋毒瞧着李循环 可有点发愣了 本来以为 那李循环的名 那很了得的 那排名次 都排在我师父前面去 一定是站起来顶破天 跺脚压擦地 胳膊上能跑马 挤上能行船 一见着 那就得显出了千倍的威风 百倍的煞气啊 可是仔细一瞧 这什么李循环的是 冷眼看 就像个教书先生似的 穿着灰串绸长衫 半心不就的 李宾乡身的紧绸裤褂 腰中啊 还积着个绒绳 肋下没刀没剑 身体显得很单薄 这脸很白净的 通天鼻梁四字口 海下 吸不冷灯 几根黑胡须 李循环要是 稍稍一着急 脸呢 还有点红色 但是这红色呀 也不正 不是红光 你说吧 李循环 看来这肺子有点病 那也是病态 但是 等秋毒 瞧着李循环的这两只眼睛 他可确信了 嗯 这一定是李循环了 说李循环的眼睛怎么着 就是李循环这一双眼睛啊 是微微的显着翻蓝 深眼窝 大眼睛 要如果坐在那不动 不注意什么 显得很蓝色 两眼也无光 就现在了眼皮 一瞧秋毒 二毛子闪烁光芒 独目自威 那不用拉架势 就这么跟那坐着 就显出来一种威风 秋毒 看了李循环半天 嗯 你就是小李叹花 正是 我来找你比武 我没那个兴趣 我一定要比 这我就没办法了 那么我先问一句 是你师父让你来的吗 你不用问他 是我师父让我来的也罢 我自己来的也罢 我一定要和你动手 好吧 那我们找个地方 李循环就是这么个人 能拒绝便拒绝 实在拒绝不了 也别啰嗦 那找个地方吧 龙啸云赶紧过来 哎呀 这位秋剑客 虽然我们萍水相逢 可是久仰大名啊 大家都是为了梅花道走到一起来的 就应该拧成一股声同心协力 那么您是我的贵客 李循环是我的好友 你们怎么应该比武呢 秋毒把眼一瞪 俗话说 会文者已文会宾 会武者已武会有 李循环既然是练武术的 他也能为一刀必见帕斯坦生 还拒我秋毒吗 李循环走 到外面 有一些人还真想看热闹 真的就站起来了 李循环一乐 我说各位 我们俩比武可没有什么好看的 有些人还想说 那我们一定要看 李循环伸手从怀里把刀拽出来了 你看那七寸来长的小刀 但是王出这一拿 多少人呢 把舌头就吐出来了 嗯 我们别去了 说不定这刀往哪飞 再给我们插上呢 李循环说 各位 一会儿我再陪大家相谈 可是有几个辱卓妹啊 来则不善 善则不来 既然秋毒来了 专找你李循环的 没有真猜是学 能吗 你李循环说回来再找我们相谈 大概回来的就未必是你了 那就是秋毒了 等着吧 龙啸云瞧着呀 哎呀 为李循环担心 他双微紧锁 心想 这可如何是好呢 那个对没划到 还没见到没划到影 这门先打烂套了 咱们简短接说 李循环在前边 秋毒在后头 两个人直奔 听雨璇 李循环对这宅子太熟了 这过去是他的家呀 听雨璇 就是旁边拐弯的一个小屋 这是他小时候读过书的地方 现在空着没人住 李循环来到门前 用手挑连笼 身子轻轻往旁边一撤 秋剑客 您先请进吧 这秋都没客气 哗不就进去了 坍塌进去 李循环跟着王李来 可是秋毒在前边 从怀里摸出一劲冰刃 那也是他师父成名的家伙 轻摸手 这轻摸手啊 他给过那个美貌的女子一副 现在他手里边还有一副 他在前边走啊 挡着这身子 偷偷的把轻摸手 这副手套就戴上了 李循环跟着张王屋里边一进 忽然间他反背掌直杂 李循环的头顶 本节目由哈尔滨大地评书艺术研究所研究录制 刚才报道的是长篇评书 多情剑客 无情剑